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些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今天他们要向我们诉说 1881年 创办中国第一所大学前身 山东登州文会馆的美国宣教士迪考文 在校园里点亮了中国第一支电灯 当太阳升起来 它照亮的不仅仅是教堂 上帝的使者给中国带来的是世界的光 立马逗来华 不仅带来了天主教教义 也带来了科学与文化 马里逊来华 不仅翻译了第一本圣经 建立了第一间教会 也创办了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 编转了第一本华英字典 印刷了第一本中文期刊 第一所孤儿院 第一所聋哑学校 第一套盲文 第一个戒读所 第一份报纸 第一个实验室 第一所女校 第一支球队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中国许多第一都与宣教士有关 连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阿尔曼大卫 也是一名法国宣教士 毫不夸张地说 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 人们都可以发现宣教士 尘封的脚印 今天 中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高等院校达两千多所 每年出国留学生四十万 名列世界第一 然而一百多年前 据里提摩台统计 在四亿多人口的大清帝国 有高等阅读能力的 只有四万人 不到万分之一 最早的一间华人学校 是1817年马里逊和米莲 在马六甲创办的 开始只有三名学生 十年后 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 和他的同乡古天青一起 创办了内地第一所学校 又过了十年 德国宣教士 郭时拉夫人 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包留云 在澳门建立第一所 西式学堂 一开始只有六名学生 鸦片战争爆发前 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五十所学校 鸦片战争后 到1877年 教会学校达三百四十七所 中国的高等教育 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 使中国的高等教育 与世界接轨的 也是西方宣教士 宣教士迪考文 于1864年 在山东创办登州蒙养学堂 招收了六名家境贫寒的学生 为他们提供衣食和文具 1876年 改名文汇馆 演变成中国第一所大学 英国宣教士富兰亚 1866年 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班 1874年 创办第一所理工学校 格志书院 1875年 出版第一份科学杂志 格志汇编 并翻译了 一百多种科学书籍 每一所大学开始时 都非常艰难 惠文书院初创时 只有三个男生入学 作为他们上大学的奖赏 学校每天付给他们一碗米 不像今天是学生申请学校 并缴纳学费 那时是学校邀请学生 并养活他们 学校的办学经费 大多来自宣教士家乡教会的募捐 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万里之外的一份爱 十九世纪 吸食鸦片就像癌细胞一样 在中国扩散着 西方宣教士 一致谴责鸦片贸易 首位医疗宣教士 博家于1840年写信给林泽徐 称之为令人担忧的罪恶 美国宣教士丁伟良 1856年出版专著 剖析鸦片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汉学家李雅各 警告英国政府 停止作恶 学习行善 戴德生说 鸦片贸易 一个星期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 抵消了宣教士们 一年时间所干的善事 而绰绰有余 1874年 西方宣教士成立 禁止鸦片贸易协会 要求在华宣教士 向本国政府写信 呼吁禁止鸦片贸易 杜布希等一千名在华宣教士 联名尚书清廷和英美政府 获得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 正是在宣教士们的强大影响下 中美旺下条约 才明确规定鸦片为唯禁品 宣教士们 一面施压政府禁烟 一面帮助人们戒烟 1871年 宣教士在杭州设立第一家戒烟所 到二十世纪初 全国已有一百多所 英国宣教士李修善 带领山西儒生 习子侄战胜了烟瘾 习子侄改名习圣魔 在山西各地建立天招局 帮助无数人成功戒毒 传为历史佳话 一百五十年前 西方列强曾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而西方宣教士送来了体育精神 1876年 基督教青年会进入中国 引进和推广近代体育项目 包括篮球 排球 足球 乒乓球 网球 棒球 田径 游泳 跳水 体操等等 1925年 奥运冠军宣教士李爱瑞 从英国来到天津 指导创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民园体育场 引来不少国际大赛 1932年 推动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 正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 王正廷 中国妇女 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 1874年 英国宣教士麦家温在厦门创立中国第一个反禅族组织 一千多名妇女签名 1895年 李提摩泰师母等在上海发起天族会 借书刊和集会号召中国女人回归天然 教会学校的师生 读圣经的妇女 没有一个缠足的 宣教士林乐枝大声几呼 妇女不得自由 中国修想振兴 胡适感慨说 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 除传教以外 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 几个新观点 不少新教训 其中最大的一点 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虽然中国女人受教育的权利 1907年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 但早在1844年 宣教士爱德隋 就在中国宁波建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 1850年 宣教士毕志文夫人 在上海设立毕文女赎 即今日上海九中 这所学校的学生中 有一位罕见的大脚女生 名叫倪贵珍 她是明朝基督徒 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 倪贵珍后来生了三个女儿 她们是宋爱玲 宋庆玲 宋美玲 倪贵珍的丈夫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家树 原来是一位牧师 宋教士们为中国培养出最早一批女大学生 包括作家冰心等 耶稣曾说过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一个最卑微的人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中国第一间御英堂 1840年 由巴林会在香港开办 到1914年 教会办的孤儿院37所 收养孤儿约2500人 中国第一间盲人院 1874年 由宣教士莫来士在北京建立 并设计出一套普通话盲文 中国第一间聋哑人学校 1898年 由梅奈德在烟台建立 到1936年抗战以前 全国建立了十几所 李提摩台曾经问一位中国绅士 对圣经新约的看法 绅士想了一下说 也许其中最美妙之处就是 人的身体可以成为圣灵的电雨 从耶稣开始 出于同一份爱 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 一直并肩而行 最早于1565年 天主教卡内罗主教已在澳门建立一座医院 不分教会内外 有病者一样诊治 有一位女宣教士名叫道记 被美国长老会派到北京 当时中国女人饱受生产之苦 孩子生下来 接生婆从抗袭上抽根袭面 将旗带割断 撒上一把土灰止血 很多孩子出生几天就死去 看到此情此景 道记大哭一场 她随即返回美国 以八年时间在各教会募集资金 1885年回到北京 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 盖了十二间平房 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 道记医院 即今日北京第六医院 后来道记又引进妇产科以外的西医各科 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 据1920年统计 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 共820间 驱使宣教士们 不顾一切钱来服侍中国人的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 所以从建立第一座医院开始 每件一座他们都在门口挂一幅十字架 今天 中国人对医院的十字标志早已习以为常 许多人联想到国际红十字会 其实美国的医院没有十字 欧洲的医院没有十字 印度的医院也没有十字 唯独中国的医院都有十字 这是因为中国的医院最初都是宣教士建立的 1949年以后 虽然斗转星移 却没有挪去遍布中国城乡医院和诊所的十字标志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 一个恩典 有一天 当这些十字标志的来历和内涵 尽人皆知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发出更大的光 生出更大的爱 神在一千多年前 中国就是他福音的计划里的一部分 中国从来没有被遗忘过 这么多的人从很久以前 就开始关顾了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 他们和这个世界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为他们来是帮助中国 使中国人们能够走向世界 使中国人得到真正的福音 真的是上帝这个爱带领他们来到中国 同时也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是反过来 当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 所以这个反差特别大 他跟你无亲无故的 我们愿意去帮自己周围的好朋友 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去帮 他跟你没有关系 远隔重洋 看到这个国家这么贫瘠 他就过来帮助你 这种无私的爱是从哪来的 从神 神就爱人如己这种爱 太伟大 连精神病人 马蜂病人 他也不忘记 他差遣他的仆人 来讲爱带给这样的人 我觉得上帝的爱真的很广大 这么多上帝的使者 把他们生命奉献给这片土地 由上帝的爱触摸的地方 由上帝的降临的地方 生命得了翻转 中国人常说 吃水不忘挖井人 今天我们不应忘记 为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艰难地挖掘出第一口井的宣教士们 我们也不应忘记 引导他们来到中国 献身中国 造福中国的 是天上的光 是十字架上的爱 一切颂赞归于上帝